每次下班就不知道接下來的時間是怎樣打法 怕回家 四面牆 寂寞 很浪漠 看到床會令我想起很多東西 寧願在沙發上漫無目的地開了電視 喝少許酒 看著鐘滴答滴答 慢慢會睡覺 睡眠眼睛很灰 不知為何自己會這樣做 上班有時都會不夠精神 小時候好像行屍手慾 想起她的笑聲 笑容 如果去到一些地方之前和太太去過 食物之前和太太分享過 每一種片段就會很快地想起 太太可能是工作壓力 都會有胃痛 看完醫生 吃完藥 就沒事 有一段時間她就通當密 一化驗就確診了懸胃癌 判斷到她的時間都差不多 家人的兄姊妹 姚苑木 其他朋友不斷在醫院陪著她 唱詩歌給她聽 想聽說世界 愛沒長久 其中的石就是愛是不寶林 姚苑木也帶領著我們的家人 去跟她告別 跟太太一起共度了十年的雙重 其實我的雙重很大 很舒服的 但是是不想面對 這些生活大概過了六個月左右 我記得師母跟我說 George 你可以繼續沉下去 或者你可以想想 你應該要走出這個憂谷 這是你的選擇 好像被神叮醒了 我自己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是這樣 我應該要快點回復 好像病一樣 病完之後也要好回來 我相信我靠著耶穌 祂就可以幫我走出這個憂谷 過回我應該過的生活 有一次我無意之中去逛逛書局 走到一個心靈位置的區域去看書 隨手拿起一本書 就揭起一些故事 其中有一兩句我比較深刻印象 我們不可以改變天氣 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 但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 去接受和太太這段時間裡 反而可以更加親密 關係更加好 更加多回憶 這個病對我和太太是一個祝福 追回了這本書 原來他都是一個紀錄圖 神可以透過書籍教識我 看事物 看開了 《聖經》的詩篇二十三篇 經歷過太太離開 我知道什麼叫四陰藥局 那個感覺令我很心寒 但《聖經》告訴我 她走過這個四陰藥局 都不怕的 神的象 神的干都會和我一起安慰我 她會和我一起走 最後她說 我扯要住在夜和的電鐘 直到永遠 最永遠的盼望 我深信有一天 我都會回到天家 和我太太裡的蟲魚 我現在的家 我自己的房間 都是一張雙羊蟲魚 而且是 Queen Size 可能我身形比較大 雙羊蟲有位置給我滾 雖然有些感覺會浮現 但憑著神給我的力量 我已經不怕雙羊蟲